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环境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引发世界各地开始重视环境保育、生态平衡的问题 并开始宣导节能减碳观念 实施垃圾分类、资源回收 而为什么垃圾分类这么重要呢? 因为现在的垃圾大部分采用焚化炉焚化后 规扎再掩埋方式处理 如果不先将垃圾分类、焚化炉融逼阻塞、故障 并会简短使用延线 如果能确实将垃圾分类 不但能延长焚化炉寿命 资源得以回收再利用 也能减少垃圾产量 让掩埋厂单使用期限延长 减轻地球环境的负担 环境的维护是每个人的责任 垃圾分类需要全民一起来 老婆,你在做什么? 在做垃圾分类啊 垃圾不是装一袋拿去垃圾车就好了 一定要分类吗? 你不知道现在没有做垃圾分类 要被罚1200到6000元的罚还吗? 蛤?要罚钱啊? 对啊,不过垃圾分类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啊 做好垃圾分类可以让资源再利用 减少垃圾量也可以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对环境保护有很大的帮助哦 快点来帮忙啦 好,我来帮忙 老婆,要怎么分类呢? 好,我告诉你 垃圾分为一般垃圾 资源回收还有厨余 一般垃圾就是无法回收再利用的垃圾 像是纸尿布 卫生纸 卫生棉 口香糖 玻璃 陶瓷花瓶 镜子 玩具等 接下来是资源回收 资源回收分好几类 有废纸类 金属类 废塑胶类 玻璃 旧衣类 废家电 免洗类餐具 废电池 资讯类 花花 光碟机 手机 手提电脑 荧幕 最后还有干净的塑胶袋等等 最后就是厨余 厨余还要分成熟食和生厨余 熟食就是人可以吃的东西 包括米食类 面食类 肉类等 可以用来喂养猪汁 但要记得不要将牙签 塑胶袋 保利笼 竹筷丢入桶里 生厨余就是人不能吃的东西 像是各种火皮 动物骨头 蛋壳 茶叶渣等 生厨余 让清洁队收回之后 可以用来制作堆肥 待会儿垃圾车来时 后面会有两个桶子 熟食 记得要丢蓝色桶子 生厨余 丢红色桶子 老婆 老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起来 如果不知道哪些垃圾是回生物 可以到清洁队搜取一张DM 或是上网查询 另外我们龙台乡为了宣导资源回生 只要拿废干电池 废手机 废光碟 废灯管 水银体温计 废食用油 违规小广告 这些特殊的回收物 就可以兑换卫生纸 这些兑换资讯 同样可以在清洁队 或乡公所网站看得到哦 老婆 那车车来了 那还不快走 又垃圾了啦 快快快 谢谢 若家中有大型家具 如弹簧床 沙发 或橱柜等等 需要轻运 请打给清洁队 登记预约时间 并保持家具的完整性 家具回收分成两类 一种家具已损坏 或无法修复 则送至回收厂 压缩 破碎再回收 另一种 则是可修缮之家具 修缮后 可再重复利用 提供弱势家庭需要者 清洁队 只针对家户产出者 吃废弃物 免费清运 龙潭香清洁队 因应龙潭工友市场 人潮众多 市场垃圾量大 每天中午时间 12点40到下午1点 收取一般垃圾 及蔬果厨余 其中 蔬果生厨余类 集中收集 再送至堆肥厂处理 另外 龙潭香清洁队 于大平村 设置一座龙潭香 厨余回收处理厂 主要是处理生厨余 制作成堆肥 制作堆肥的过程 是将生厨余 收集至处理厂后 第一步进行杂物分离 将部属于生厨余类之物品 如塑胶袋等挑选出来 一般的厨余含水量 高达90%左右 必须添加适当的调整材 来调整水分 再经过发酵 浸堆等过程 最后堆肥的成品 就可以拿来施肥 种菜种花 或当土壤改良剂 可滋养土壤 除于堆肥 可以将有机物质 回收再利用 并回归到大地 滋养土壤 让植物生长得更好 充分印证了 资源永续再利用的好处 龙潭香 拥有好山好水 地灵人节 如果大家来到龙潭香 可以到石门水库 三坑自然生态公园 体验大自然的美好 可以到三坑老街 大平洪桥 圣基亭 龙潭大池 感受山水环绕的美丽环境 与历史古迹的人文气息 此外 龙潭香更被杂志 票选为最适合退休生活的 美丽城镇 龙潭香为体势乡民 每周一到周六晚上八点到九点 于乡公所大门口 定点定时 备有一般垃圾 及资源回收垃圾车 让民众可以方便倒置家中垃圾 同时 环保局也呼吁全体泄民 于生活环境中 如发现有各类环境污染 公害问题 如偷排废水 清道事业废弃物 或是空气 噪音等污染 请拨打公害报案专线 0800-066-666 环保报案中心 将于受礼后 派员前往稽查处理 民众发挥功德心 举手之劳做环保 共同维护大家居住的环境品质 落色分类的实施 让龙潭香能创造出优美的环境 也被选为最有特色的乡镇第一名 举手之劳做环保 期盼社会大众能落实环保政策 给自己 也给我们的地球 一个永续生存的美丽环境 我们冬潭香共有推动 垃圾不落地已经很多年了 那这多年来 我们还做了很深入的 垃圾分类的各种教育 垃圾分类的教育 让我们整个垃圾量减低到很少 所以在垃圾分类 对于整个垃圾回收 还有垃圾不落地 上整个龙潭香的环境做得更好 其实当我们在做垃圾分类的时候 更重要是它做到了教育跟品格 非常好的引导作用 让小朋友珍惜我们手边的资源 减少垃圾 而且能够让小朋友从小就对环境的认知 能够提醒他们对环境的重要 当然我们现在做的资源 回收或者垃圾的减量 对于未来的环境一定会越来越好 那么我们在每个礼拜一 我们也推动了我们的一日的苏仙日 那么希望推动少吃肉多吃蔬菜 减少二氧化汤的白糖 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环境越来越好 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跟我们来响应这样的活动 各位好朋友 我是癌症的患者 癌症是在体内自体性发病 环保的一体产生的 我们抱着环保红约 希望大家在旅行 我们大家爱护地球村 恢复好山好水大自然的功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